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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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最有智慧最美麗的女主持人 我是桃子姐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黨 全民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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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那各位老闆 我們現在要討論什麼題目呢 就是有一位教授 李嘉誠教授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如果每天上Facebook 就是臉書的話呢 不能超過十分鐘喔 If you over 10 minutes you must be a very 我不能講什麼 不能講說you are very stupid person 你只能講說你不會成功 你不會成功 那這會不會太超過了呢 他講這個話 是不是得罪了很多臉書的粉絲呢 OK 那我們第一位要請到的呢 就是我們Facebook的創辦人 他從一個學生 現在蛻變成一個billionaire 現在非常的有錢了 OK 我們歡迎臉書創辦人 馬克佐伯格 我聽說 我聽說 台灣的朋友很喜歡聽冷笑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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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兩天才帶著我的 但你這個世界文化的水準很高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 大的人口族群的一個大同齡 我以為你是很大的人口販子 OK 在我的Facebook裡已經全球超過五億人 如果要算世界第三大國家 我就是這五億人大國家的總統 但是這些只是開玩笑的話 那麼今天特別最大檔 又把我從美國叫來這邊上節目的原因 是有一個教授 他說 如果上我的Facebook 超過每天五分鐘 就不會成功 但是 Excuse me 這位教授是誰 我現在還不知道他 李教授 李教授 我待會在 我待會在我的Facebook上面找一找 但是起碼現在 我是一個成功的人 謝謝你 Thank you 好 好 那麼接下來歡迎呢 這個 嗯 話題人物啊 林志玲說想嫁人 但是現在不知道要嫁給誰 OK 因為好像也沒有人要娶她 林志玲的媽媽吳慈美 歡迎她 不要再賣關子了 你就直接試人吧 真的 大家看了就是想吐了 快點你講吧 人家有一系列的介紹 有沒有嫁人 你講嘛你講 志玲媽媽 聽說家裡多一位 有比較舒服嗎 沒有啊 你們以為是哪一位 嗯 就是這一位 最大檔 甘甜油膏 甘醇美味 多了這一位 餐餐更美味 我就是最近被網友罵到臭頭的 名模製造機 志玲的媽媽吳慈美 我真的沒有說 陳旭她人不好 陳旭她人不好 陳旭 嚴陳旭 我希望網友跟媒體啊 不要再拿我們志玲的婚事啊 來開玩笑 請網友稍微注意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媽媽 好 接下來歡迎性男女星啊 也是鴨子的好朋友 Mateo Mate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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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ateo 不好意思啦 因為上一次啊 我媽媽有送火雞來這邊嘛 我們真的很感謝妳媽媽 每一年都喜歡吃妳媽媽做的火雞 也用我們的醬油 對 然後我有看到大檔的人啊 把那個照片PO在臉書上面 對 結果看的時候很難過 因為骨頭都不剩了 我就想說 唉唷 不好意思啊 明年我特要請媽媽再多準備幾隻 讓大家一隻 吃完再一隻 再一隻 媽媽哪裡瘦得了好不好 一隻 本來就可能會找妳的好朋友 鴨子一起出錢吧 沒有關係 鴨子也是可以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鴨子 不不不 謝謝Mateo 謝謝Mateo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這個我真的很佩服她 她這種歌聲也能出唱片 真的 但是呢至少她帶給大家很快樂的一面喔 因為她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怎麼樣的人都能出唱片 OK 她很有自信 無關阿伯 葉富達 無關阿伯 Yeah 好 夢在高 人在狂 我的搖擺跟大山 山在高 海在升 我的最有深度 嘿嘿嘿嘿嘿 青春的火力 照自己 為我不準 搖擺搖擺 一步退一步人生又能去 做一拳又一拳只是要圆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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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班的舞油都OK 为我肚子要吧要吧 上身不肯就是你 谢谢我跟阿贝 出户车已经准备好了 新来的舞伴不想要把我扶脚 不是啊 掌声不够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今天说上演书不能超过十分钟 我尽量我的舞蹈不要超过十分钟 谢谢大家 舞伴阿贝 叶富台 谢谢 而且我们听完叶富台老师这首歌以后呢 我觉得他的歌好适合郭子贤唱 真的 他嗓音跟郭子贤太像了 怎么知道 我五音有借给他了 对 两个都一样 五音非常的健全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他 一直在刚好这个开年嘛 对不对 就能够请到他 是不是也能为我们说几句话 祝福一下台湾呢 OK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Mr. Obama 欢迎欧巴马总统 美国总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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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Hello there Hello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Yeah I am Barack Obama 我不是吃土马 也不是黑白马 我是 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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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You know American people they like to tell jokes OK I am American So you know I'm telling jokes as well Well I'm sorry My translator is not here yet So when she gets here We'll talk OK OK We'll talk later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President OK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I just want to say hello to you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考论的是这个 教授说 就是李嘉童教授说了 说每天上脸书 不能够超过十分钟 如果你超过十分钟呢 你将来就不容易成功 不会成功 OK Definitely OK 那这会不会太超过了 因为上脸书好像现在 已经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 不会上脸书的人真的好可怜 不会玩推特 或者说不会 Facebook 这都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我们想先请问 好 我们先请问脸书创办人好了 你我看你就问你是不是 对 好 我想讲 我问一下脸书创办人 你当初为什么要创立这个脸书 我记得好像你曾经说过 就是说 希望大家的朋友能够聚在一起 有些时候不能够聚在一起 希望在空中也能够看到大家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有很多人 对我们现在有五亿人口的实用者 一直很怀疑我们的脸书 说我们脸书是要用盈利性质为主 或是说是用来把妹的网站 那如果不是要干嘛 哦 他们全部误导我了 那是社群网站这个电影 对我这个本人的一种误解 误解吗 对 完全误解 其实呢 刚开始我只是希望 我们随时随地 因为我们有人在国外念书 有家人在国外求学上班 所以随时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网站 可以找到对方的 小一名呢 你知道五亿人是小小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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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宿舍 跟我的几个好朋友 那时候我才19岁 哈佛念到一半 我就把这个网站创出来 只是要给大家有一个 可以交换意见 跟及时想法的平台 就是这样而已 就交换一些作弊的心得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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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作弊 念哈佛的不用作弊 因为哈佛我也念到一半就没有念 我发现网络世界比较有搞头 所以呢我就全心全意 在这一路上我们搬到了加州 然后加州有一些人很帮助我们 所以你说你创办脸书 完全不是为了盈利 当然不是 那你赚了那么多钱要干嘛 这点呢 我是不晓得巴菲特或比尔盖茨 以后这么想 但是我会把我一半的财产 统统捐出来做吃伞 剩下一半 大概还有一千多亿台币 Ok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ing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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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起来永远是那么天真可爱跟无邪 因为我今年也才26岁而已 Ok what's your next step 接下来我们会在脸书里面 产生许多的新功能 然后呢如果说有人觉得脸书是用来练才 我们也会增新的一些网路功能 譬如说手书 脚书 腿书 眼书 耳书 最后呢会打开网站全部空白的叫做 无知天书 Ok thank you Mark Thank you thank you 那在这个不动声色当中呢 又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完全跟着天气来的 ok 所以问一下无知美妈妈 你这样 你知道什么是脸书 我知道 怎么玩 Facebook 对 怎么玩 讲啊 你看着我干嘛 因为我要开始要讲我这一趴 好了 你可以 你对着自己来讲啊 你不用看着我 因为我的广告是这样子拍的 没关系 智琳妈妈 听说李佳彤说上Facebook不能超过十分钟 她为什么要对空气说话啊 我不知道 不然你想上几分钟 其实呢这一切都是 就是阿公的音流 阿公的音流吗 都是这个害的 因为现在呢科技很发达 所有的手机都可以上网 所以呢 几乎每个人都上网层次了 应该说呢 一般的人呢 大概只有十分钟没有上网 那十分钟都去哪里了呢 那不是去洗手 上厕所 对 要不然就是睡觉 要不然就是电脑当机 不过呢我要想说呢 这些上网的网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去网路上做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一直关心我们智琳的婚事好不好 那个学校不会考好不好 另外呢 有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说 像我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对颜承旭造成伤害 哪一件事 没有人关心啊 有啊 关心什么 因为颜承旭有在节目上掉眼泪说 很怀念过去的这段感情 那因为我们智琳呢 那可能就是为了商业考量吧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网友们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一直散布一些 无聊的讯息 不好的谣言 因为有些网友 因为散布不正确的讯息 也有被判刑十个月的 有被罚款二三十万的 所以网友 希望你们能够 多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要再拿智琳的事情 来开玩笑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吴慈梅女士 今天那是你一大事 我们也没什么好关心 大家都很关注 OK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 谢谢